請問我發表一會,謝謝 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先講講限聚指數調查最新結果 以及會請我們現場的馬豪先生進行一個評論 跟著之後就是第二部份電話調查常規調查結果 先看第一部份,限聚指數我們按照9月的基準調查 9月基準調查是9月13日到20日進行 總成本日本送的6,210人,回應比率大約7% 我們這個限聚指數基準調查也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國人口年齡性別分佈,非要會有數字,非要會選舉結果 以及常規調查當中特首名分分佈數字 就以反覆多重家權法來進行調整 先講講限聚指數的三條的意見題目 第一條是問市民 你認為香港應否無條件全面撤銷限聚令 選項方面可以選擇是應該無條件撤銷 又或者應該視乎疫情而定的 選擇視乎疫情而定的受訪者 我們跟進再問他 你認為每日新增確診個案數字應該是多少呢 才適合將限聚令病體2人,4人,8人或者16人 以及請他講出他認為合適的 個案數字與限聚人數的組合 最後我們也問到你認為感染個案是清零多少日後 限聚令應該全面撤銷了 就著這三條的意見題目 我們亦都按照每日的疫情數字 就得出這個圖表 先講講圖表不同的顏色部分 首先看黑色線段 黑色線段就是每一天的確診個案數字 然後就是看我們紅色線段 紅色線段現在最新的標記是百分之65 因為在第一條意見題目的時候 有六成半的市民已經告訴我們 他們認為現在已經是並不需要限聚令 我們理解六成半是所謂不應設限的一個比例 另外我們又看看橙色部分 橙色部分現在最新的標記是九成一 除了剛才六成半市民在回應第一條的意見題目的時候 已經指明並不需要限聚令之外 大概也有接近三成的市民 在回應第二條的時候 在按照最新疫情情況 認為現時即使要有限聚令的話 其實都適合限聚四人以上 換言之九成一市民可以歸類為現時的限聚令太緊 認為現時限聚令不太緊只有百分之九 最後就是藍色線段 藍色線段就是限聚指數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一個人數概念 數值越高代表市民接受限聚水平也越高 現在最新的數字是十六點六 這個數字也遠較政府公佈的限聚令四人的限制為之高 我們今天是現場請到任偉雄先生 就著他最新的觀察作出一個評論 現在時間交給你了 多謝謝文言再次請我上來做評論 今天的指數是十六點六 即是市民認為限聚的人數應該是十六點六人 而且這個指數也指出百分之九十一的市民 認為現在的限聚令太緊了 我們就留意到這幾天的確診數字 前週日就有八宗確診的輸入個案 這八個輸入個案裏面 有七個其實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而有一個是小酮來的 所以未能接種疫苗 而昨天那三個確診的輸入個案裏面 就已經全部都接種了兩劑疫苗 我們就這樣看這些數據 我們就會發覺 疫苗可以防止感染新冠病毒這個說法 其實已經完全是站不住腳的了 疫苗可以達到的效果 現時其實是被過份誇大的 包括可以達致群體免疫 和防止傳播的效果 但是我們都留意到電視上面 政府依然在賣 它的廣告是說 注射疫苗是可以達致群體免疫的效果 如果接種疫苗是需要付費的話 是要付錢才可以接種的話 相信都已經違反了這個商品說明條例的了 所以我認為政府其實現階段都不太需要用太大的力度去繼續谷針了 反正接種疫苗這件事都已經不是來往中港過境的必要條件 近來新聞都說得挺熱門的 就是說進一步中港通關的安排 之前其實已經有來港二的計劃 而來港二的計劃是沒有要求過境的人士需要去接種疫苗 即是說有可能中央都知道其實接種疫苗對於防止傳播病毒的幫助是不大 所以就不包括這個條件在裡面 所以就是科學化上去看的話 我們就見到疫苗不可以防止傳播病毒 而比較政治化去看 中央都應該滿意現在香港的疫情和接種率 所以就已經去到進一步的通關要求 幾乎應該這一兩天都會有綠燈的了 所以我認為香港政府接下來的工作的主要力度 就不應該再放在谷針上面 因為其實香港政府如果要跟隨中央的指示去做的話 我相信他們都已經完成任務了 我的評論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 謝謝 多謝任慧豪先生 任慧豪先生的最新評論 其實是在我們環節所的網站都可以找到的 我們現在緊接著進入第二個部份 第二個部份就是我們常規調查的結果 先看看今天的人本資料 今次的調查項目其實有一部份 就是政治團體的題名調查 有部份就是政治團體評分 以及特首、特區政府民望 以及民情指數最新調查 整個調查是在9月初 以及9月底下進行 政治團體提名調查是9月6日到10日進行 評分以及其他項目是16日到23日進行 兩個項目都是以真實的電話訪問團 進行隨機電話抽樣 總成功樣本數目 如果是政治團體提名調查是1000個 剛巧是500個固網 另外500個手機樣本 如果是政治團體評分以及其他項目的調查 是1036個成功樣本 當中包括517個固網 另外519個手機樣本 實行回應率兩者都是大約4乘4 我們亦都按照政府統計處提供的 全國有限年齡性別分佈、教育程度 經濟活動身份以反覆多重家庭法來進行調查 這一個就是今天會公佈的調查項目 依序分別是特首民望、政府民望、民情指數 以及政團的民望 前提第一項就是特首民望 特首民望大約每個月會進行明治最新調查 所以對比上次的結果 是對比大約9月初時的結果 特首林鄭月娥現時最新評分以0至100分計 是33.9分 對比上次下跌了1.8分 支持率方面是20個百分元 對比上次明年下跌了4個百分元 反對率方面是66% 輕微上升了1個百分元 然後是支持率 正值就是支持率 減是反對率 數字是一個負值 反應反對的人士較多 最新數字是-46個百分元 對比上次下跌了5個百分元 今次最新調查有3成的受網者 是給予特首林鄭月娥人分的評價 我們有一個圖示的方式 看回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數字 按著每一次調查 大家可以看到圖中的圖示 黑色線段就是每一次調查的平均分數 最新是33.9分 比上次有數下跌 然後是分開不同的評分區間段 就是以柱狀的形式不同顏色去標記 首先看看最底部份是0分的百分比 最新的數字是3成6 對比上次輕微一點點上升 然後是1至49分 就是以淺紅色的顏色去做藥格配對 接著是50分就是灰色的淺市 途中靠近上方部分就是兩個綠色 一個就是淺綠色的51至99分 以及是少於10%的深綠色的100分是連累的標示 好了,講完特首林鄭月娥的最新數字 我們就講講特區政府林鄭月娥 包括政府滿意程度、政府信任程度 以及社會狀況的一些評價 先看就是特區政府滿意程度 就是一個五等兩尺 這個調查系列是每一個月會盡量一次最新的調查 所以對比大概一個月之前是數字的 看回最新政府滿意程度 滿意的百分比是25% 對比上次的調查是上升了4個百分點 是19年5月以來的新高 不滿意的比率是5成4 對比上次是下跌了5個百分點 不滿意的比率是19年4月的零新低 然後是看正值 即是說滿意的比率 減去不滿意的比率 數字是負值 反映是不滿意的人 是繼續多一點 這個最新的數字 亦都對比上次是上升了8個百分點 最後就看平均良值 1分是最不滿意 5分是最滿意 現在最新的政府滿意程度的平均良值是2.4分 整體上是8分是幾分不到1.5分之間 以上這些數字 其實全部都是跟上次的調查結果 是滿意的變化的 接著就是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信任比率是3成半 對比上次的空微上升了1個百分點 不信任的比率是48% 由於上次下跌了2個百分點 亦都是19年3月以來升低 接著是靜值數字 就是信任比率減去不信任比率 最新數字是負值 反映不信任的人士 仍然都是較多 數字是-13個百分點 對比上次是上升了3個百分點 最後是平均良值同樣 都是跟上次一樣的2.6分 整體上是介乎幾分不信任 留到1.5分之間 這幾種數字 即是政府信任程度的最新數字 和上個月亦都不同明顯的變化 接著就看社會狀況的滿意率評價 這裡展示滿意率的正值 按照滿意率正值 由高至低排序 三個的社會狀況順序 就是政治狀況、民生狀況和經濟狀況 但是三個的滿意率正值 都是繼續維持負值的 政治狀況方面 現在最新的數字是-25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對比大約一個月前 上升了8個百分點 紀錄來說也是2011年12月以來的新高 看民生狀況 最新數字是-29個百分點 對比大約一個月前 上升了5個百分點 是19年3月以來的新高 接著經濟狀況是-32個百分點 對比上次下跌了4個百分點 我們有一個圖示的方式 看看這幾個社會狀況的每月量評價 看看這個圖示 圖示了17年12月中 到現在的最新數字 以三條的藍色線是標記 藍色線段就是政治狀況的最新評價 大家都可以看到現在最新的數字 對比幾年前有明顯的回升 也都政治狀況 現在暫時三個狀況當中排在最高 但數字仍然是臨時負值的 接著是民生狀況排在第二位 以綠色線段展示 接著經濟狀況排第三位 今次對比上次有限 再緊接著就是民情指數 民情指數就是以0至200分來展示 現在最新的數字 我們看到民情指數 正平數值以及社會數值 都是低於100 低於100 這個叫做正常水平 所以可以理解為是一個偏差的數字 最新民情指數是83.5分 對比起大概半個月之前上升1.9分 正平數值是76.3分 對比大概一個月之前上升1.0分 寫平數值是87.0分 對比大概半個月之前上升2.0分 這幾組數字對比大概半個月之前有所上升 我們見到在記憶上來說是19年6月以來的新高 雖然是新高 但如果我們用過去大概20年以來的一個基準 來看最新的數字 民情指數、正平數值以及社名數值的三項數字 都是過去最差的大概十幾個百分之 那這裏是一個圖寫的方式 看民情指數 按照著我們由92年平時紀錄開始 到現在最新數字 雖然數字上高來說 在我們現在見到民情指數 對比大概兩年之前有明顯的上升 但記住民情指數 我們以0至200分來做基準 那100分就屬於正常水平 現在最新數字大概80幾分 是屬於正常偏低的一個水平 好了,最後一項就是政團的民望 我們分開兩個階段 第一項的階段就是我們提名調查 然後第二項就是評分調查 提名調查大概在9月初是完成 在提名調查完成之後 我們研究所也會是 就著我們最新的政治團體的一個名單 看看有沒有已經解散了 已經解散了 我們並不會擺入評分調查 先看這就是提名階段的比率 我由高至低去講講 今次的名單相比個案會長少少 提名首位即是提名比率最高是民間聯 今次最新調查有四成多的市民 能夠提名這個政治團體 對比起大約半年之前下跌四個百分點 第二位即是提名階段 第二位最多人提到 就是民主黨 最新比率是百分之四十 對比大約半年之前下跌七個百分點 第三就是公民黨 就是23個百分比 即是提名比率是兩成三 對比上次下跌十個百分點 然後是公聯會 22% 對比上次下跌三個百分點 然後排名第五就是支聯會 支聯會 支聯會是最新一次的提名調查 是有十七個百分比的市民能夠提名到它 對比大約半年之前有明顯的上升 幅度是十五個百分點 即是由兩個百分比 一次上升是到十七個百分點 然後排第六是自由黨 百分之十六是提名比率 跟上次是相約 新民黨排第七 百分之十二的提名比率 輕微下跌了三個百分點 然後是異血公民是百分之十一 是排第八 在我們的調查 即是說提名調查完了之後 我們研究所也都看回 易公民是已經解散了 所以易公民並沒有進入 第二階段評分階段調查 排第九就是教協 提名比率是百分之八 亦都一次過是由大約半年之前百分之一 是急升到百分之八 但同樣地在提名階段完之後 今天研究所也都看到 教協已經是解散了 所以也都並沒有將教協 納入平均階段調查 再緊接著就是排第十位的 社民民百分之八 排第十一位的經民百分之七 十二位的民民百分之七 十三位的人民力量百分之七 排第十四位就是民百分之六 但亦都是在提名階段完了之後 確認是已經解散了的組織 所以沒有進入第二階段的平均階段調查 最後一位就是職工民 那就百分之五 所以在這個數表當中 雖然有十五個排名 但是減去三個已經解散了的組織 那我們就以十二間進入第二階段的評分調查 接著就是評分調查結果 那麼評分調查我們的排序就是按照這個邏輯 就說我們先會看看一個叫做認知比率 認知比率就是市民民感評分的比率 認知比率最低的兩項就會放在最後的兩位 其餘的十項就會按照舉料分數由高至低排序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們十屆政治團體的評分排在首位就是職工民 最新評分是41.3分 亦都是2015年10月以來的新高 排第二位就是公民黨是40.5分 對比大概半年之前是上升了2.3分 接著排第三位就是民主黨是40.3分 那麼對比大概半年之前是上升了1.5分 那麼支聯會了 接著排第四位就是39.2分 這個在紀錄上來說我們看到是1992年3月有紀錄以來的新低 接著就是公民聯會了 就是38.3分 對比上次明年上升了5.3分 是第六是社民聯 38.1分 對比上次上升了3.4分 是第七就是民建聯 37.4分 對比上次上升了2.0分 是第八就是自由黨 民主黨是37.2分 對比上次上升了2.1分 是第九是新民黨 就是35.6分 對比上次明年上升了5.9分 是第十就是人民力量35.4分 對比上次下跌了2.8分 那麼對比上次的調查 和今次的調查 我們看到平均的範圍 即是說平均值的範圍 在上次調查 有少數的政黨政團 是在30分以下的 但今次是有不少 其實都已經回復到30分以上 有幾個也都由三十幾接近40分 是上升到40分以上的 那麼我們對比了最新的紀錄 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職工民的評分是15年以來的新高 也都知聯會的評分是9203年以來的新低 那就會有一個同時方式 在展示這兩項的最新數字 但如果以10個政治團體評分 按照我們的歷史紀錄去排的話 雖然這個圖表 可能不是很容易看到什麼現象 但是大家可以對比 圖表的左方部分和右方部分 都會比較容易理解得到 現在的政團評分 相對過往的大概20年前 其實相對來說 現在平均分會比較低些 那麼20年前是平均分相對比較高些 那麼我們集中最後講講 就是兩個的政治團體 尤其是講資聯會 資聯會是我們在提名階段結束之後 仍然都未解散的 但是在我們做完評分階段調查 也都知道資聯會已經解散了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展示最後我們在調查階段 得到的數據 資聯會就是途中以黑色線標示 那麼他多年來已經沒有再上榜了 那麼最新一次上榜 那麼我們就有一個最新的評分 是39.2分 另外職工盟 接下來也都有一些消息 是根據他也都會有一些的會議 是討論品行解散了 那麼我們也都見到 他是15年建立的新高數字 那麼最新是41.3分的 那麼這裡我們就公佈完最新的幾項的調查結果 包括特首文網、政府文網、文情指數 還有一項就是政權的評分調查 那麼現在呢 我們時間就交給阿廣會 森先生呢 是跟我們進行分析也都進行 謝謝 多謝邀請 我想今天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政治團體的評分 其實都是很擔心的 擔心的地方 除了是團體會沒有了 第二件事其實會很見到 其實這些可能接下來會解散 或者已經解散了的團體 其實在公民社會上面 其實是盛載了一些我們叫做不同的聲音 或者我們叫做有別於政府的聲音 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用來消解 可能是一些對政府的不滿 吸收了一些對政府的不滿 透過他們去發聲出來 其實有一個穩定社會的作用 但是現在呢 這個穩定的作用會沒有了 或者職長會沒有了 或者可能會很薄弱 那麼這些可能一直去到吸納了 一些可能對政府不滿意的聲音 那會怎樣呢 那究竟是埋了地底 還是重拆會沒有了 如果我們覺得重拆會沒有了 其實都挺天真的 其實也一定不會 我們都知道其實一個 叫做有質素的社會 或者有質素的一個政治的管治 其實都很必須要有一些意見的聲音 但是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了 昨天在社交媒體 就看到有一些統計 其實很明顯就看到 最近這兩個月 都有一大堆不同的團體都解散了 有些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有些可能是因為一些 社會運動而產生的團體 都因為不同的各樣的原因 都很難繼續走下去了 那麼這些 我們剛才說的整個公民社會 越來越變一單一 其實是否有助政府的管治 其實很顯然不是的 譬如我們可能見到 美國政權的交替也好 或者英國工黨或者保守黨 政權交替 或者剛剛這個禮拜 德國那邊政權的交替 其實很需要有不同的聲音 在這裡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時候 可能很多不同的聲音 意見的聲音 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一些 比較成熟的政治體系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的 因為大部分的市民的意見 其實都被某幾大黨吸納了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只不過是這幾個大黨 互相交替 換句話說 可能就著不同的政治的環境 或者世界的局勢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取態 這些不同的 這些我們叫主流 或者叫大的政黨 通常都是吸納一些 游離分子的 或者游離市民的支持 所以他可能在下一屆 下一屆就可以上台了 但是重要的地方就是 如果可能是做得不夠好的話 市民或者政府或者社會 可以透過選舉 換一個團體 令社會繼續可以向前走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在說政治團體 其實不是正在說政治團體 存不存在這麼簡單 而是其實我們在說 整個社會還不能向前走 這個才是重要的 就是向前走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進步 進步是甚麼意思呢? 譬如這個例子 可能我們用回 可能我這樣說 都可能都令到 一些家屬傷心 例如好像前幾天水警 有一個水警 呂警 就墮海身亡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評論 或者可能社交媒體的留言 都好像覺得很開心 甚至乎今天 警務處 一個協會都出了一封信 就說 人必知無 必後無知 就是主義此類 為甚麼 整個社會的反對聲音 會變得越來越情緒化 會越來越極端 會越來越 可能覺得激壯 甚至乎很可能是 難以言喻的呢? 其實政黨在當中 很多東西是吸納的 另外一個 就是見到如果 我們的政治團體的情況 是仍然發展下去 譬如好像職工民 可能有機會會解散 支聯會 就是投票完之後 就是這個民調之後 就解散了 這樣 我們見得到 正回來的政黨 其實呢 有一個擔心的就是 社會服務 就是社會政策 的討論 或者社會政策 本身呢 會越來越變得更加碎片化 更加零碎化 譬如呢 上個星期 選委會的那個投票 啊 竟然呢 就是那個討論 是去了呢 就是那個點票的時間 超過十個小時那麼長 而不是把這個焦點 放在這個選委會的選舉上面 是不是真的能夠代表到民意 就是在操作上面的討論 當然重要 就是可能 可能會反映著 啊 這是一個第三世界的 一個選舉的過程 那麼 但是 第三世界的選舉過程 不單止他選 就是點票的時間 有多長 他是不是一個第三世界的選舉過程 是包括了就是 就是 提名呢 怎樣是可以入閘參選呢 以至到 這個選舉本身背後 有沒有一些 有意無意的操縱呢 其實是講到這一樣的 就是不只是 那個點票時間有多長 那麼當然這個 都很值得關注 這樣 這樣子 再下去呢 就是講講零碎化是甚麼呢 譬如 我們看到正下來的政黨 可能是 可能是 民主黨 公民黨 公聯會 社民聯 民建聯 自由黨 新聞黨 這樣 那麼這些過往其實都不是很關注 弱勢社群 或者我們叫做一些很民生的政策 或者我們會覺得其實這些政黨呢 其實如果他們是可能會站在弱勢的話呢 都只不過是可能 在某一些的表態上面要去做 或者是可能 是用來爭取某一些選民的支持 或者是可能會令到弱勢社群的生活過得更加好的話呢 其實這個也是很令人擔心的 就是究竟醫療的改革這樣說 或者是可能劏訪這樣計 其實這些議題還有多少政黨可能會花很長時間去研究 甚至乎去關注呢 這些都是我們很值得要去留意 所以那個令人擔心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這裏 不止是政治層面上越來越變得單一 甚至乎在民生的議題上 這些政黨會不會可能是不同意現在土地回收的政策呢 會不會可能他們都會很反對明日大嶼的興建呢 似乎看下去呢 就不會了 譬如那個例 明日大嶼的興建其實是用動了很多公帑 甚至乎很可能是會令到庫房呢 是帶來很大的財政負擔的 咦這些政黨他可能會支持 但是反過來前幾年 全民退保是可能有學者提出過 即是有500萬 即是500億做總資基金 反而他們會反對 換句話說 即是一些如果是有利基層的政策呢 這些現在可能靜下來的政黨呢 可能他們會覺得OK的 但是如果一些是損害到 可能地產商的利益的一些政策 可能他們會立即出來 我要反對 我要反對 你們去反對明日大嶼 即不是去反對明日大嶼 即是那個吊詭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即是如果我們看到那個政治團體 或者是可能我們 即是那個生存的情況越來越艱難的話 我們看到社會的進步 或者是香港社會的進步 其實都很牙烈 可能我們要問 其實這個情況 其實是不是真的 是政權樂於見得到的呢 如果他樂於見得到的話 其實是否用這個方式見得到的呢 又譬如剛才好像Jacob這樣說 其實原來中央方面 其實在疫苗方面 已經放寬了某些措施了 為什麼我們香港的政府 仍然都是很堅持要去追求 這個疫苗的接種率是越來越高呢 其實這個如果有政黨在那裡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否可以多一些討論 令到疫苗是否真的能夠帶來社會有幫助 這個討論 是否會變得越來越理性 越來越理智呢 那似乎如果政團在香港今天這麼困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很見到 接下來的討論 或者一些關於政策的討論 是會越來越很難是很理性 或者很容易是掃於情緒 甚至乎很可能是掃於哪一個團體的力量是大 即擾手瓜 所以見得到這個調查 其實是十分之令人擔心的 我評論到這裏 謝謝 我們大會提供委託是進行法文 可以歡迎他 無論是我們現場 郝先生或郭偉修先生 大家都可以向我們發文 好 不過我問一個問題先說 您看到市民對社會狀況的評價 那個滿意率那裏 就是看到政治狀況是創新高的 民生都是創新高的 但是經濟狀況就是今年7月來的新低 其實市民對經濟狀況的不滿 和那些政策的措施有甚麼關係 還有為何在這個實際的懷景下 那麼多的公民團體都相比解散的情況下 為何市民對於政治狀況的滿意度 反而有所提升呢 好 謝謝 會否第一部份 好 我們見到圖表 最新一輪數字 2021年9月所統計得到回來的數字 在經濟狀況上 市民對經濟狀況上 評價的滿意率的淨值是低了的 去到-32% 其實如果你說 和這個經濟狀況和疫情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我認為其實關係呢 就是在於 既然我們已經連續超過一個月清零的狀況了 但是政府長期以來一直維持一個非常緊的防疫措施 即是依然呢 是維持這個四人限聚啦 依然呢 是在不同的處所上面呢 的那個限制呢 都是沒有什麼放寬過的 可能因為市民就因為這個狀況 認為其實呢 既然這個月都清零了 超過30天呢 所以他們就認為 其實呢 政府呢 可能呢 是可以有條件呢 這樣去放寬多少少 不同的防疫措施 去達至到那個經濟狀況呢 可以比現在更加好 是的 但是就 當然啦 政府的反應 都令到 社會各界 包括市民 甚至 包括我們的各行各業 都是失望的 即是我們一直都 引頸以待可以的防疫措施呢 可以進一步的放寬 但是呢 我們都已經等了很久呢 都不是很見 有這個防疫措施的放寬 那當然啦 在政府的角度來講 清零這件事呢 可能就是中央政府 給它首要任務 以至到可以通關啦 所以我們期望 現在香港政府去談通關 已經談到最後一階段了 即是我們每一日都見到 放風出來 就說很樂觀呀 很有可能呀 怎樣去逐步去做呀 即是剩下的 是那個時間表的問題而已 那基本上 中央政府都被綠燈的了 那我們期望 即是如果中央政府 即是叫做承認了 香港政府這麼久以來 無論是在打疫苗上面 或者無論是在清零的這個防疫措施上面 是令到中央政府 即是叫做合格了現在 好我給你通關了 那之後 會不會都真是有空間 去放寬多些的防疫措施 令到各行各業都繼續更加輕旺上來呢 那這個我相信是社會各界都樂見的事來的 好 多謝任何先生 那或者第二部份 交給任何先生 好呀 那剛才都問到 政治民生都 那個分數都好像好了一些 那經濟是差了一些的 那其實 那個 那好像追及這樣說 其實那個滿意率 仍然都是 都是負 那其實都是 都是很差的了 其實已經都 只不過呢 即是為何 在一個很差的情況下 為何會覺得好一些呢 這樣 即是說笑這樣說 可能林鄭月娥最近少了出來 是會令到那個政治狀況 那個滿意率是會好一些的 即是出來少一些 是不是 那個樣子看上去 大家都有眼見 即是很令人不舒服的 即是那個樣子 即是說笑 這樣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關係 而第二樣東西 其實就是 我想在市民的角度來講 其實政治和民生 都幾分不開的 即是那個情況的就是 即是 分得開的是些甚麼呢 就是政權政黨 分不開的是些甚麼呢 就是 即是 那個五千元究竟是 民生 甚至是政治的東西呢 那很明顯是 市民會覺得 或者我的理解是 民生的居多 這樣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二千元用完了 那經濟狀況 就覺得沒那麼好 是的 等著第二個二千元 和之後的一千元 可能是這樣 都不定 第二樣就是失業的情況 其實都沒有好到 其實就是追求這樣說 即是 在整個疫情底下 其實政府是 推出了這些措施 其實只不過好像拖延了 或者是 減慢了那個不滿的速度 是的 即是令到那個 那條斜坡 沒有那麼邪 是的 所以 即是 他覺得好像好了 即是好像 我有兩千元用 好像好一點 所以如果最近去一些商場 其實都幾多的店 可能在用一些折扣 或者很多人都會出來走回街 這個情況亦都是令到普羅大 還會覺得 是的 似乎是好一點 這樣 在政治上面就是 即是我想是 好像以往的 即我自己的理解都是 好像很多消息都已經是消化了 接受了 譬如舉個例子 選委會 選管選委會這裡 其實已經很早已經都知道 其實 是 德國 不多的位是用來被人 投票 或者是用來被人選 或者區議會都已經一早說了 是會 要宣誓了 似乎一個很長的時間 一般的市民都已經適應了 其實可能有些區議員 甚至乎已經是 在要正式宣誓之前 已經自動 可能是辭職 這樣 所以在這個 有時間去消化的情況下 又好像會覺得 咦 又不是好像那麼差 而已 所以那個感覺就在這裡 所以 其實我理解 政治狀況的滿意率 其實是一個主觀的感受 多於實際的情況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這裡 謝謝鳳慧先生